Sekharan Reviewer Allianz 那这个妆的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眼影 我用了这个眼影 膏吧算是叫做Eye Crayon 涂在眼皮上面 用手指轻轻的晕开 给它比较均匀的感觉 看自己喜不喜欢 你要也行不要也行 你可以把这个隐隐膏 沿抹在下眼线的这个部位 也是一样的 要用手指的晕开 睫毛打一个底 之后呢 我会加那个 帮助睫毛加长加厚的那个纤维 加在睫毛膏上 再把睫毛膏 黑色的睫毛膏再抹上去 看起来睫毛就会加浓加长 那我现在就抹第一层的睫毛膏 其实你抹了第一层睫毛膏之后呢 你要再加纤维的话也可以 就会把它弄得更加夸张 但是还是属于自然的夸张 不是带假睫毛那种夸张 刷上之后呢 我会再加多一层的纤维 那我现在再重复那个纤维的个步骤 因为刚才我们刷了一层的睫毛膏了 现在再加这个纤维 之后呢 效果会更好 那现在又刷上多一层睫毛膏 刷上之后呢 就会看到那个睫毛又再加长了 那现在我们就画眼线 我只画在那个waterline 就是内眼线里面 那要记得要把那个外眼角的上跟下眼线连接起来 那我在那个颧骨上面就打上了这个两两的胶状的彩妆品 然后在不同的灯光下呢 脸是有反光的效果 那现在就抹上这个 这个牙光的唇彩 先抹在唇的中央部位 不用太多 一点点就够了 然后再可能用手指来把它晕开 或者如果你比较喜欢用刷的话也可以 但这个不是咬唇妆哦 这个是就是stain的感觉 颜色还是挺均匀的 但是只是比较mat 比较没那么厚一层唇彩 看起来呢就好像一个花瓣